好,各位同学 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的课程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aledate作为验证器的一个使用方式 好,官方文档在关于valedate的讲解的时候 是比较混乱的 那么我们这里对这个验证器 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验证器和独立验证 它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于这个验证器 对于这样的一个valedate的规则 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封状 我们具体还是来动手编写代码 来学习这个valedate验证器的用法 首先我们在这个API目录下面 新建一个文件夹 valedate 接着我们在valedate下面 新建一个类 phpclass 好,我们起一个名字 叫做testvaledate 好,确定一下 这个验证器需要继承valedate 好,那么我们刚刚说了 独立验证和验证器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验证器把这一块的验证规则做了一个更好的封状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这个验证器里面如何来定义这个验证规则 那么在验证器里 这个验证规则是作为textvaledate的一个成员属性变量来定义的 它的可见性是protected的 好,那么它有一个固定的变量名是ru 这个大家记住,这个是一个固定的 好,那么它是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的定义就和我们在这里定义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给拷贝过来 好,那么此时这个textvaledate这个验证器我们就定义完毕了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的来使用这个验证器 使用的方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们把这个给屏蔽掉 这个不能屏蔽 我们还需要依靠这个来做测试 关键就是区别在于valedate这里 你直接按new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textvaledate 好,我们改写了验证器的写法之后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格式化一下代码 然后把这个断年给取消掉 保存一下 我们还是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postman里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send 好,同样的教验出了我们有两项是不符合验证规则的 好,那么我们有些徒学可能就会问 我觉得这两个地方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确实是的 在原理上面来讲的话 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用这个验证器的方式 我刚刚也说了 封装性是更好一些的 这个需要我们到后面具体去使用这个验证器 也就是说把验证器放到我们的实际的业务里面去用的时候才能来体会到 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困惑的话 那么后面我们在编写验证层的时候你就要仔细的听了 很多比较抽象的东西确实是用简单的示例代码是演示不出来的 它必须放到一个胶围复杂的环境下面才能体现出它的优势来 好,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validated验证器的使用方式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